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下订阅,我们准备开始咯 首先要准备工具及材料 清单如下,电老铁,汉席丝,OK线 尖嘴钳,小十字旗子,小一字旗子,斜口钳 然后我们先把天使之一拿起来 用眼睛检查看看侧边的线路是不是脱落了 太棒了,这么快就被我发现竟然断掉一条线 那我们就先把背板的四颗螺丝先松 翅膀就能伸展开 再来就是把料贴上一点席 准备把电线焊接回去 心里想说怎么那么爽,一下子就修好了 结果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后来我手动一下它的翅膀个击下 没想到线路再次断裂 不是我技术差,使它与流线太短 机械动作在收翅膀的时候会扯断 幸好我有准备OK线 所以我就在用烙铁跟汉席再帮它加场 若有其他好的方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梓 所以就这样子先帮它接长了 再次手动测试翅膀活动 有无把电线扯断 这次手力多了 再把背板四颗螺丝锁上 测试动作没问题 灯光没问题 大致修好了 再来就是要好奇下地板里面装什么 地板有八颗螺丝 二大六小 要拆开 里面有PZ板发光LED 还有四个插头都有插好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然后盖回底盖 但要注意的是电线很细 千万别压倒了 咱们可以进行接下来 那我们真的好奇 靠着 那他 拆开 踢 踢 再来先锁二大螺丝先固定好支架 最后锁好六颗小螺丝就组装完成了 然后再试试 非常好 动作都正常 真实爽快 喜欢我的影片请到下方按个赞 我们下次见 如果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